你妈妈喜欢她吗 我们家人对她挺满意的 你们家人见过她吗 见过 怎么样 对她也还挺满意的 你们这么短 为什么你就把她带去见父母了呢 因为其实我们俩谈了一爱之后 就是对彼此感觉都挺好的 我们俩默契度啊 各方面都很高 而且又是同行嘛 周围的人也很看好我嘛 那这事就奇怪了 默契度又高 你们俩又好 周围的人也看好你们 来我们这干嘛呀 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 她就是老是不在我的感受 不在意我 她有一点 我看你都能忍受啊 但是她有一点是我挺接受不了的 什么 就是我也经常因为这事跟她吵架 就是她喜欢翻我手机查我隐私 确实会翻她手机 但是就是看一下 她在跟什么人 跟什么人交往和跟什么人聊什么 跟什么人交往 没看出什么来看着 想看出什么呀 也不想看出什么 那看她干嘛呀 多了解一下 了解啥呀 脾气性格什么的 现在了解了吗 了解了 能结婚了吗 我觉得行 非她不娶了哈 可是我觉得她不尊重我 查查隐私这方面 其实我挺烦这点的 那该怎么办呢 我挺想就是 老师们帮我说说 然后让她能改的 哦 让她能改并不是要分开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在你们两个人身上 我真的没有看到一丁点 爱情的那种激情 和蠢蠢欲动的感觉 女孩说 她现在不太在乎你了 她从来就没在乎过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 变得一文不值 还没开始正式交往 你就追随到人家的城市 送上门的买卖 谁有不做的呀 一个女孩 追随一个男孩 到她的城市 我们可以理解为感情深 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去追随你 追逐我的爱情 但是 追逐爱情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能力 我做好对未来的一切打算和准备 是在你的城市 我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脉交往 我可以有自己经济的独立 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 你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 我的生活是海阔天空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男生 当成了你在这个城市 全部的原因 你从起点就输了 所以他会看不起你 不尊重你 你以为你付出 就会得到回报 你以为你加倍付出 就会感动他 不会的 你收到的回报只是伤心 和眼泪 所以 现在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一切 做好独立的你自己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和寄托 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不要把自己活得太狭隘了 好吗 至于男生 我不太想说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这种 高分低能的 被灌大的孩子 两件事嘛 踢凳子 砸杯子 女孩你通过这点也能折射出 未来你真的成为他的家人 他也会这样对待你的 你能忍受得了吗 好好想想吧 谢谢 如果说一开始的恋爱 你所有表现出来对他的爱 在他看来是他投奔你的动力 而在你仅仅是技巧而已 如果连自己的父母 长辈都不知道尊重的话 今后你拿什么动力去尊重这个女孩呢 他不赶紧走啊 太傻了 你看到的只是他的好 但他的好里面根本就没有你一份 工作再好 如果我是他的老板的话 我觉得这个员工我就很可怕 都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因为他很自私 我觉得你要正视自己 尊重别人 尊重每个人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为自己个个人品牌 在做推广 在做树立 不管是在家里 还在公司 不管是对外人 还是朋友 不管是对爱人 还是陌生的人 明白吗 所以要恋爱的话 先从做好自己开始吧 就这样 好